澎湖六二煞遊客持安全帽 猛K當地人往死裡打 造成被害人腦震盪廢出血 而這群人二十七號 在警方護送下離開澎湖 沒想到他們不但沒有趕快離開 還大喇喇的悠哉逛起免稅店 其中一名女子還對著鏡頭 筆葉的手勢 要求記者要拍漂亮一點 態度輕浮囂張 警方的尊榮服務畫面曝光 網友瘋狂開酸 犯罪者的天堂就是爽 警察當黑道保姆 意外麻連半春酒都要幫忙看門 其中一名惡煞IG狂發文 高調炫富 開豪車帶名表 手捧大把現金鈔票 而筆葉的女子也遭到網友肉搜 自我介紹寫著單親媽媽育有一兒 事後還向朋友炫耀 自己撐亂之中有捕踹一腳 還說有人照不會怎樣 其他人的背景也被起底 龜山這間資產管理公司 公司大門深鎖沒有人在 這間公司被發現疑似就是 其中涉案人三月剛成立的公司 處理業務包含民間資金周轉 代電代償 各式業務整合 網友再度開栓這就是討債公司 講這麼好聽不就討債的 原來現在都叫資產管理 被害人沒被保護 打人的惡煞竟然輕易交保離開 警察還出動人力互送回胎 誇張過程讓民眾不禁質疑 台灣法律是否罪責太輕 民眾的安危跟權益誰來維護 記者顏玉龍 劉智展李宗澤 澎湖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輪了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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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